慢生活 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7月10日 某网友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万子良现身饭局的视频 曝光其近况 画面中 万子良穿着黑色衬衫和条纹长裤出镜 头发梳成大背头 脖子上以及手上都戴了珠宝 打扮大老饭十足 很有当年演讲天阳的风范 才63岁的他 以皮肤松弛 满脸皱纹 身材发福 肚懒突出 老态非常明显 比同龄的袁彪 尔东升等人状态差很多 仔细观察 他手上拿着一根烟 与别人合影时 他仍放肆地抽着 毫无顾忌 期间 一位穿黑色连衣裙的美女走进镜头里 他拿着一杯红酒 向万子良敬酒 万子良没有推脱 大方接过来 并说道 喝你一杯酒 长命百岁九十九 话必 他豪爽地一口干掉一整杯红酒 旁边的人见状 纷纷鼓起掌来 网友们看了视频后 有人留言称 万子良实在太豪爽了 也有人觉得他又烟又酒 很不健康了 事实上 万子良曾自曝 他患有遗传性糖尿病 加上痛风 胆固醇过高等问题 可谓疾病缠身 一度影响走路 然而 为了工作 他可以将健康置身事外 去年 万子良与天王郭富城合作电影《卖路人》上映了 尽管很久没演戏了 但万子良的演出依旧精彩 非常触动人心 搭档郭富城表示 万子良为了适应夜间拍摄环境 特意停了控制糖尿病的药 好让自己能精神抖擞演出 大家事后才知道此事 都对万子良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 讲真的 万子良这么拼命工作 除了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演戏外 还因为他曾生意失败 最近 周星驰御用配角黄衣衫拍视频爆料 万子良早年投资经营服装生意 但因他卖的衣服价格太贵 导致销量很差 令他亏损严重 无奈付出娱乐圈赚钱养家 这几年 万子良陆陆续续拍了不少戏 但大部分都是演配角 而且水花都不大 没引起什么反响 上世纪70年代 正是电视台将武侠小说颁上迎评的开示 拍摄古代剧 要求男主角英俊之鱼 还要带有侠士 正义 威风凛凛的感觉 而万子良身上恰好能体现 连续剧在电视上播出后 观众喜欢上这个帅气 有正义感满满的万子良 而万子良拍戏入目三分 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部电视剧之后 他陆陆续续接到不少的影视作品 就连电影圈也向他招手 当时 万子良的名气和周润发齐名 1980年 25岁的周润发拍摄的电视剧《上海滩》 创造了收视记录 1986年 29岁的万子良主演的流氓大亨 成为了当年电视台的收视冠军 1985年 28岁的万子良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男明星 大家都很喜欢亲你的叫他万子 万子良长得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 很多人都喜欢他 他最大的特点是很会照顾人 当年拍摄《薛仁贵争东》 万子良预见刚出道没多久的19岁邓翠文 就如同大哥哥般的照顾邓翠文妹妹 就连邓翠文自己也说 万子良有好多事情都为自己着想 不过 如其说 照顾 倒不如直接地说那就是宠 宠到直接在马路上下跪的那种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是万子良在第一段感情 面对心爱的女人 尽管是自己犯错 还是跪下来表示诚意 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男人能做到犯错 就当众跪下呢 更别说当年的万子良 还是香港红极一时的男明星 许多人都叫万子良大哥 可惜的是 邓翠文没有好好地珍惜 他和万子良之间的感情 两人分手了 后来他遇见了甜妞 这是他第二段感情 甜妞其实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女孩子 但是遇见万子良之前 他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让甜妞很沮丧 1984年 26岁的甜妞渴望爱情 渴望婚姻 而正是因为这种思想 让他冲昏头脑 刚好这个时间 他遇上了印尼华侨 叶聪豪 当时叶聪豪为了见甜妞一面 不惜一个星期两次 飞去台湾看甜妞 能有这样的男子对自己 甜妞以为自己是遇见真爱 当男友求婚的时候 他答应了 不过当时就有朋友警告过甜妞 说叶聪豪是有家事的人 可没想到的是 叶聪豪居然连同妈妈 一起给甜妞撒了大谎言 说自己如果有结婚就跳楼 事实上 男人说话可以相信的话 母猪也会上述 这段婚姻让甜妞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并且还因为这段婚姻 连女儿也有了 1988年 万子良和甜妞因电视剧大头仔而认识 甜妞是万子良的影迷 万子良对甜妞很好 甚至不介意她曾经结婚 并且还有女儿的事实 当时 密恋中的她们还拍下她来自江湖 大家族两部电视剧 无论是戏内还是戏外 都能看出两人对对方是眼镜充满光 1992年 35岁的万子良和34岁的甜妞结婚了 由于万子良是香港娱乐圈有名的男明星 自然结婚就宴请许多圈内的人 因为人数众多 而电视台抛出橄榄枝 让万子良和甜妞在摄影棚宴请各界人士 电视台为这对金童玉女做见证 举办声势浩大的直播婚礼 名为万子千红喜迎亲 让全香港人们也共同为她们见证 这段婚礼究竟有多盛大 梅艳芳 徐晓凤等娱乐圈半数明星出席了 电视台的老板邵逸夫亲自为她们做私仪 当年 还未成为刘青云妻子的郭矮明 是当晚婚礼的主持人 更不得了的是 周星驰给万子良做伴郎也就算了 居然和吴梦达这对黄金搭档 还现场给各位说相声 能请得动周星驰做伴郎的还有谁 就只有万子良可以 当时 万子良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甜妞许下承诺 三个人一条命 但可惜的是 这段众人皆知的婚姻 雷声大 余点小 仅仅过了四年 两人就离婚了 无人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 但这四年婚姻 两人并没有生育一个孩子 甜妞说 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快乐 但是唯独没让万子良快乐 多年以后 万子良表示 自己很对不起甜妞 她和甜妞离婚后没多久 就遇见了她的第三段感情 小她16岁的空姐 郭明黎 据说 郭明黎是万子良的小影迷 很喜欢万子良 但没想到的是 后面是万子良追求郭明黎 当时万子良在一次聚会上 遇见郭明黎 就对她有好感 但郭明黎并没有直接答应 万子良的追求 万子良胜在有耐心和诚意 曾经飞絮昆明 直接等待郭明黎下班 郭明黎被万子良的真诚打败了 后来两人在一起 2002年 在和甜妞结婚的十个年头后 45岁的万子良迎来第二段婚姻 和29岁的郭明黎结婚了 后来万子良还为了妻子 将工作的重心移到内地 2003年 妻子为万子良生下九代单传的儿子 万大千 这些年来 周润发的人气没减多少 但万子良这些年的人气 却锐减不少 经常在内地多次走秀 并且身材也开始发胖 还有网友嘲笑 万子良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有糖尿病 要小心饮食 还要吃药 其实如果按照以前的工作模式 万子良的身体 可能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袁隆平院士离世后 64岁的万子良特意飞去长沙 为元老送别献花 万子良表示 对元老的尊重 穿得正式而低调 并且还戴着口罩 告诫大家不要浪费粮食 可以看出 万子良的头发已经斑白了不少 希望万子良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在未来能继续给我们拍作品